大家好 現在要來說明如何做負載平衡 在做負載平衡之前要先到網路設定的 路由管理的出口線路去做群組的訪定 這邊設定完了之後 後續再到管制條例的管制規則 內到外的部分做設定 那出口線路群組的設定介面 先來大概說明一下這邊就是自定義群組名稱 這邊是選擇負載平衡的模式 這邊是斷線偵測 就是多久要對這個線路做一次偵測 然後這邊的出口線路是依照你有幾個外線的出口線路 然後你可以去做選擇 可能你可以186網斷跟WAN3做出口線路的負載平衡 然後這邊的比重也可以去讓管理者去定義 那他比重分配的方式是舉個例子來說的話 如果說我的線路A 比重設定是2 然後線路B 比重設定是3 那後續封包傳遞的時候 他就會先走A兩次 後續再走B三次 那B三次走完之後 他再回來走A兩次 然後以此類推 那現在來示範負載平衡的設定 首先我們先到網路設定的 路由管理的出口線路群組 這邊的群組名稱 可以去自定義 模式就選擇Session 那斷線政策我設定3秒 那我就讓186網斷跟WAN2一起做負載平衡 這邊按下新增 新增之後我們再到管制條例的 內到外的部分去做條例的新增 這邊一樣可以去自定義名稱 這邊一樣可以去自定義名稱 來源介面我就選Land 那出口線路的話如果有設定出出出口線路群組 他這邊會有你剛剛設定的群組名稱 這邊就是我剛剛選擇的186網斷跟WAN2 那他可以選擇出去的時候要帶哪一個IP出去 來源跟目的都是設定成any跟any 然後動作設定成允許按下新增 在條例中如果看到兩個小電腦的圖案 就代表說這一條條例是有做負載平衡的設定 那這樣設定就完成了 然後按下新增 然後按下新增 你的部分 然後做負載平衡